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了一会儿 楼上下了一个给我们感觉外形很像美 他正是这次行动的目标梁四 原名梁建民 46岁 吉林省大安市人 一个极其狡猾 极其重要的赌销 他是真正一个在幕后的指使者 09年的时候 我们抓过他 因为细数就紧抓了 当时因为贩毒的正义不充分 只承认 他只承认拒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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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 后期再想抓他的时候 基本就 听说梁四可能来松原了 但具体在哪儿 都没有摸准 梁四特别顶绝 你和我不要下车 他对咱们比较熟悉 他是这次行动的指挥者 万利杜 39岁 从井20年 任禁毒支队长已有5年 破破毒品案件夺起 三个月以前 松原市禁毒支队在一次检查中发现 有人以航空邮寄的形式 向松原大量发送毒品 数量之大 显所未有 十天时间往松原就邮寄了 五百颗病毒 五千粒病毒片 这个数量在我松原来说 是相当大的 就是超出了我们预计的那种想象 邮件的收货人正是梁四 凭着丰富的侦查经验 万利众意识到 现在的梁四显示出了 更加老练和狡猾的一面 邮报收货人姓名为梁四 但是真正取货的 却并不是梁四本人 是不同人去取 地址是不一样的 每次邮寄的地址都是不一样的 他本身他应该是在大 但恰恰他多个邮报都邮到松原 他身边不生活固定的人 他总不会说长时间固定的跟人生活在一起 他总是独来独往 因为有一个证人跟我说 梁四狡猾到什么程度 他自己在他的住所正常的待着 你如果领一个生人到他那里去 他不会超过一分钟 他就会选择离开 因为他认为这个对他来说是危险 他在整个他这个贩毒网络中 很多人还很佩服他 管他叫四哥 围绕梁四 万利众带领进族支队的民警 展开了大量的秘密调查工作 调查的结果正是了万利众的预论 他不是零行贩毒 是以批发毒品的形式 一次几百克 一次拿现金十万二十万 到我取完就走 我们警局支队就秘密工作了将近三个人 逐渐这个网络 初步的图形呈现出来 案件因案情重大 在上保公安部后 被列为092号部督案件 3月16日 在掌握了大量事实后 他们决定进行收网 该突破哪个环节 哪些人先走 哪些人后走 我们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 力求精之又精 准之又准 贩毒案件 你选择这个切入点 至关重要 你只有选择一个下入气氛的点 上线也不至于太动摇 下线就感觉到 因为他关系不大 这个点就很难把握 很难去选 当我们选到王盈东和金宝鑫这个点 就是说像打蛇似的 找他的齐寸 这就是梁四整个贩毒团伙的齐寸 选择了他 就是整个这个通道的中间环节 当一个掐断了 然后往上去打上线 往下去转下去 三月十六日晚 各知冬子王盈东正大量进货 状案部果断出击 顺利捕获了梁子在松原地区的批发商 冬子 在冬子的出租屋内 民警缴获了大量毒资和毒品 但是这仅仅是行动的第一步 抓获梁四才是真正的目标 冬子的交代 说梁四现在在安山 我配合你们做工作 因为冬子的咱们做他的工作 考虑到说这么大的毒品量 你现在抵赖狡辩都没有意义 唯一的出路就是配合我们工作 有立功的表现 冬子愿意戴罪立功 配合公安机关 三月十七日晚 进途支队民警带领冬子 赶到了梁四的老巢 安山市 然而梁四行事谨慎 抓捕计划充满变数 各组不要动 不要暴露 晚十点 抓捕民警赶到了梁四的一处出租屋 他们看到了一个身形很像梁四的人上了车 我也看到了瞅身形有点像梁四 来笑背个包 慢慢看 体型都差不多 我们车给你们车不要动啊 你们车远距守活 明白明白 出校区后 无牌照的现代车不停地转弯 转弯别打转弯 转弯别打转弯 侦察员紧紧跟踪着 然而十几个回合之后 梁四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车就没有 半号了 半号了 车就没有 失踪了 跟丢了梁四 让民警们心头一见 但是由于还手握冬子 行动仍在继续 失踪我们又回到小区位 冬子和梁四 到楼下和梁四联系 他以前每次都是 到楼下以后 给梁四打架好 四哥我到了 这次也依然这么松 梁四说我没在呢 我派别人去紧 你们往后倒点 这边 这是那台 我们跟丢那台车 又回来了 没进小区 打着上山 小冬小冬 抓紧跟进 车转弯了 锁转了 锁转了 直接抓啊 这白捷达就出去了 我们也打上山 他一看我们打上山 这捷达来了 这车在前面带路 在难得的机会面前 民警迅速将现代车围着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坐在车内的并不是主犯梁四 而只是他的一名马仔 名叫战英 这时候梁四就打 这时候梁四就打 平凡的往里打电话 没办法 咱们不得不让接 不接就是惊了 接呢还有一些希望 所以战车接电话 召问 梁四问他 说你在哪 战车说我要回家睡觉 实际上是一种暗示 此时梁四应该就在附近 刑睹过后 民警们意识到 他们已经失败了 心里肯定有失落感 是这么多人 费了这么大的努力 三个多月的摸牌遵守 最关键的点 又最有希望抓到的 恰恰那天没有抓到 梁四是个 极其狡猾的对手 万里中 一直意识到 此次的失利 将给整个案件的顺利侦破 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以前外地抓他的时候 他可以六个月半年 不和任何人联系 躲到一处 有那么大的定力 这次我们也考虑到 他可能要引力一个事情 随后 民警被梁四的出租屋进行了搜查 他们查获了大量毒品和吸毒工具 但是 这丝毫不能带来胜利的喜悦 民警们意识到 因为煮饭的脱逃 接下来的任务将更为紧迫 因为梁四这条线一断了 很多下线 稍微时间 时间稍长一些 他没有毒源了 马上走到十句梁四 就散了 你想再装 就很难了 把握好战机 就是要跟犯罪嫌疑人争抢时间 民警们来不及休息 一场大规模抓捕下线的行动 迅速展开 三月十八日凌晨 毒贩金宝鑫落马 二十一日中午 金宝鑫下线梁浩等六名毒贩落马 就是回来审序 取证 整个两天两天 没合眼 二十四日 梁四在四川的上线 陈飞落马 就是已经不知道 忘记了事交是什么感觉 二十六日 梁四在长春的下线 葛立军落马 而在马不停蹄的行动中 每一次抓捕都不是亲耳意识 四月十二日 在金哈高速拉临河收费站 民警们刚刚抓捕一名下线毒贩 郑和平 新线索 一路 我们就往苏远带的过程之后就问他 你这个毒品是给谁带的 他说我给哈尔滨和大庆的人带的这个毒品 在带的路上 这变化就往里打 哈尔滨的变化就往里打 我们今天进行对他进行教育 做他工作 他愿意配合我们工作 然后让他给接哈尔滨的电话 接哈尔滨的取货人问他 说你现在到哪了 他说我到宋远了 他说你怎么到宋远了 郑医生说 我女朋友有病 我来看看 说那货在哪 东西在哪 说东西在我包上去 机会不等人 还没有喘息的民警 迅速制定出了一个抓捕计划 一小时后 中安组民警带着犯罪嫌疑人郑和平 在松原市中心医院周围 布好了买死圈 两个车门口一变 机关里销行抓了 在门口的一个计划车上 他说这车上有急定人 他说这车上有急定人 不是 是 你过那个车要进来 看黑龙江的车子 你接他 我这放个纳车不准 门关上 不用 必须这样的下车 就是我前面车的车 行行 就要住院区 一样的女生到住院区 门离不得了 行 在门口的一个计划车上 令子到对面的马龙对面的 比较隐蔽地方 让郑和平在车上等着接电话 而且这时候车上的录音机还要打上 你太静了 也容易引起贩毒人员的怀疑 他就感觉不安了 出奇地静 你嘻嘻嘻嘻嘻的声音 街上也有声音 倒不容易引起他的怀疑 所以要制造出这种假象 又等了半个多小时 下线的人员给取货人 给郑和平政委长打电话说 我到苏远了怎么走 通话后 仅仅十多分钟 一辆大庆牌照的白色丰田轿车 驶进了侦察员的视线 挂着黑龙江大庆的台 前面的侦察员就很着急 说有一台大庆的轿车过来了 抓不住 抓不住 我们这边 这个时候就是 越是这时候 越要沉住气 因为我们和大庆 就一江之隔 黑龙江牌照的车 也有很多到苏远来 你不能确定说 来一个黑龙江牌照的车 就是来取货人 要是恰恰不是 你容易抓他 容易把取货人惊扰 调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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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抓不及的把握 变得一场 操制过急 会有疏忽 而犹豫不决 也有可能 遗物 是 是 刚才挑的那个 又挑 可能又绕了 来吧 下来了 这个车可知 是不是 是 下来了 打电话那一下吧 又回车了 又回车了 看看是不是上车了 下来了个牙齿帽子 撒着人呢 这要下来了走两步 回车呢 现在你要走过 看就变得弯 前后到前后都是车 除了都走不去 民警们密切关注着 白色丰田车的一举一动 而此时目标人物 也似乎有所紧致 中心医院前门就要过去了 然后又兜回来了 兜回来以后就上了几顿楼了 又跳过来了 上几顿楼那时候雨打下 车上下来一个男一个女 男戴个帽子 就到了大厅了 遵守那个侦察员就一直跟我汇报 动不动 动不动 我说你等我指令 现在确定不了 你上不上来 等会儿 等会儿 能憋住 车不是销的那么平衡 我觉得他跟前面不变他 那啥情况再说 又走了 又走了 这两个人一男一女 在大厅里转了一圈 又出来了 上去了 车又开走 下去了 晃得玩的 流了有点像 开的挺快 当时我们也害怕 在这个过程中 是不是他来回走的过程中 发现什么可疑点 就是他一发现可疑点 马上就警觉起来 犯罪人员特别警觉 他们 是不是前来取户了呢 又是不是因为有所发现 而离开呢 三分钟后 重新被锁定的目标 打消了民警的顾虑 贤疑人是在取钱 而他们能远到从大庆 赶到松原 证明了他们对毒品需求的迫切 那儿呢 那儿呢 这个 这儿呢 民警们判断 他们不会轻易放弃 过去了 过去了 经历了一场虚惊 下线毒贩 因为对毒品的渴求 还是再次走进了医院 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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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跟这女的到门口 这女的来卖东西了 然后只告诉另一辆车 马上抓捕 马上抓捕 此时民警开始收缩包围圈 依然胜券在握 让别的那头起来 抖头摇我 然而 犯罪嫌疑人总会负于顽抗 意外还是发生 在民警上前抓捕的瞬间 犯罪嫌疑人猛踩油门 企图逃脱 而抓捕民警伸出辆车的缝隙 在抓捕的过程中 有一个侦察人员要留心眼 就说可别伤着我 就容易让其他人员受伤 犯罪分子想跑的过程中 只要手和脚他能动他 他就想跑 不给你抓捕的机会 让你按左手 你左手要留出空 他就容易把抓右手这人伤了 为什么说侦察人员在办案的过程中 交到那种感情 就像战友一样那种真直的有 互相就像你对你左右手相信一样 左手相信右手 右手相信左手 没有谁在抓捕的瞬间想的过多 我受不受伤 没有 就是共同去抓捕 才能把这人真正的抓到 避免伤了 那条呢 那条呢 值得进行的是 抓捕民警 在嫌疑人猛踩油门的瞬间 想到了车钥匙 嫌疑车辆迅速熄火 民警成功将三名毒贩制 但过后总结回想的时候 真是都是很后怕 很多的时候想的极尽周全了 就是我们想的已经很周全了 很周到了 但是还有很多意外的发生 很多次这种风险我们跟家人都从来不说 说了以后 你只要办了 家里就必须变了 所以说不敢说 跟家人说完就是 说都是我们那种成果 车门车门硬过啊 那话是 不是他抢钥匙 抢钥匙 挂到那个 但是他 我给他钥匙都拧来了 就打了 行动总是伴随着危险 对于民警们来说 重视各种危险的因素 但是轻视危险 是一种必须的态量 马上下楼 就是八楼 马上出发 马上出发 各种准备好 马上出发啊 五月初 民警得到情报 一伙西泛多人员聚集于松原市某小区 他们是有相细的 各种快点快点 这一伙人 不光是吸毒 他吸毒只是他这一伙群体中的 在他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侧面 这伙人是在外地 一个是放高利贷 二是在社会上搞一些抢劫盗窃 做其他案件 对他们抓捕咱们特别谨慎 因为奢侈案件 破门入的过程中 其中有两个人 已经悬出去了 在八楼 手把是窗户 身体都悬在外 咱们警察往回拽的过程中 把警察差一点没有拽到楼下去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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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总结的时候感觉很可怕 特别是吸毒人员在贩毒 他的思维是不正常 像正常人说我在八楼九楼 我可以不跳楼 那吸毒人员在八楼九楼 在十楼他都往下跳 他就认为他能跳下去 所以在抓捕他的时候 风险系数就特别大 又一个重大的行动 有惊无险的取得了射 截至2011年4月30日 092号案件装案组 共组织了11次收网行动 抓获涉案人员近百人 缴获冰毒2000克 冰毒片近万粒 案件依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然而主犯粮饰依然没有到位 专案组民警依然背负着压力 粮饰抓不到 这他人员 我们没有一个睡安稳觉的时候 就连做梦都在想 咋能抓得了 一是对现有抓获这个贩毒人员 进行审讯 从他们交代的 这些交代出的这种犯罪事实 和交代出的线索 我们去重新去捋 看安善和梁寺接触的人员中 长春松原和梁寺接触的人员中 还有谁我们没有掌握 有新的发现 然后我们把掌握的一些情况 及时和安善的警督进行沟通 让安善警督帮着布控梁寺 梁寺仍然没有到位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收网行动 梁寺也肯定会越来越解决 每位民警都清楚 抓捕梁寺会越来越困难 但是就是在这机会极其难得的情况下 端干总还是错过一次最好的时机 梁寺感觉说自己要犯案了 准备往南方场 这时候他就想买一台车 让成都刘树坤来 一个是商量 下一次刘树坤怎么给他联系毒品 走往这边送 再一个让刘树坤开车 把他拉到成都 是这种想法 他们就频繁在一起研究 安山的警督给他们返回 好像又有新的交易 得知情报 专案组民警第一时间顿护安山 然而就在路途中 一个意外的情况 让他们大失所谓 安山警督就提前动手 安山说梁寺好像是跑 他们感觉好像是往吉林方向跑 安山提供说有一台黑色的吉普车 现代吉普车 没有牌照 上了高速 往吉林方向动 瞅他这台车的行走轨迹 向西州人员逃跑轨迹 车速特别快 不走正常的路线 民警没有放弃最后一点希望 他们迅速联系高速民警 在梁寺可能逃窜的出口 剩下 咱们吉林长 交警不接车 咱们控制司机 一定要控制司机 便伤着当人 然后一定要注意安全 然而 所有的出口 都没有梁寺的踪影 在往吉林这边收费山 我们总调他所有的监控 那个时间段 没有这台吉普车 就不用了 这个车只是一种怀疑 是不是梁寺车坐的车 总无法确定 狡猾的梁寺又一次逃窜 整个苏安族 我们这些人 比第一次的失落感更强烈了 一天没有抓到 你信心依然很坚定 两天没抓到 一周都没有 他一点信息的时候 谁的信息都会动摇的 失望的情绪 一度笼罩在禁毒支队的办公室内 可是他们确信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和恒心 梁寺总会露出马脚 真就是比喻的一种耐力 就是你很多时间 很长时间 贩毒分子跑了一段 任你公安机关 你稍微放松一下 他就从你的视线中 就可以跳出去 就在逃走 就在抓捕 整个经营他的过程中 每一天都要分析去研究 不放过一点的蛛色马脚 有可能瞬间 中间一点信息 就为最后成功抓捕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责任 你稍微放松 就忽视了 比例就是一种耐心 不能抓到梁寺 好像成为了捉案组的耻辱 为了抓捕梁寺 侦察员没有放过 关于梁寺的任何信息 他只要不被捕 他在外围他要生存 就必须继续要从事他这个贩毒 恰恰只要他有从事 继续搞这个贩毒活动 就为我们抓捕他 创造了有利条件 而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1年6月底 通过各种信息的综合分析 状案组确信了一点 梁寺身在成都 经过一个多月的沉寂 梁寺又开始有新的举动 我们马上掌握了线索 这几条线索归纳到一个点 都在成都 除了那个位置 贺堂查他那个车 那车是车行租的 有那个GPS定位系统 查出来当时是应该在成都交线的一个阵 此时 据理他们发现梁寺经营这起毒品案件 已经整整过去了半年 侦察人员已经憋足了劲了 就是这一个月时间 抓捕他 已经是侦察员内心中最想做的事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反而激励了我们的斗志 我们认为因为你梁寺子难抓 我们就有兴趣面对你这种棘手的目标 你难抓 我们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你抓过 所以说非常艰难 尤其到那之后 咱们事先掌握了梁寺妻子所住的一个小区 咱们四名侦察员首先是对这个小区 进行24小时的遵守 每天几乎都是两人一组 遵守到过半夜的明天的三点左右 才能撤去 侦察员在成都工作了近十天 他们终于见到了那个熟悉的陌生人 两号 好好看 来 你叫什么名 你呢 你呢 万人罪人抓到了 但当时我这个语言表达出去 这个声音没有发出来 我是说第二遍 我的支队长才听见 那种是发自内心的喜悦 你呢 是 你呢 你呢 就没有时间去照顾她的母亲 而且24小时跟干警在一起 她既当指挥员还要当战斗员 万里队这种精神感染了我们支队的美丽干警 在随后的审讯中因为专案组掌握着大量的证据 梁氏交代了所有的犯罪事实 至此经历了半年的坚信立场 一起跨六省十九市县的贩毒案全面告破 正常的有线索我们去抓 没线索我可以不抓 但是我们去做 你才能去摸出吸毒人员 这些贩毒人员这些吸贩毒的线索 才能打击处理她 就是说作为每一个基督民警 能不能把基督工作做好 凭的是她 对她实际上这身警装的感受 对她人生警装的一种理解